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主的恩典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 以福所书第四章的七到十六节 我们从这段的圣经 要来看教会增长之道 来看教会的身体 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 如何可以长大 如何可以成熟 上个主日如果你有来 我们在这里我们分享了 以福所书四章一到六节 讲到教会的合一性 请我们看头影片 教会的合一性 那今天我们要来看 七到十六节 来看教会的多样性 昨天晚上我到一个朋友家里面去 是我最近传福音给他 他信了耶稣那么受洗 昨天我跟秋华到他们家 他们两夫妻请我们吃饭 他说因为你带领我 信耶稣 你传福音给我 你替我施洗 他说我能够请你吃一顿饭 然后他亲自下厨 四十二岁的弟兄 亲自下厨 做的菜真好吃 他说我是看着食谱做的 我说你是真的还假的 别吓我们了 你看着食谱做我们怎么敢吃呢 他说不是 他说我的手艺很好 我的记忆不好 所以我就看着食谱 我告诉你每一道菜都好吃 他在纽约工作了十几年 他是NYU毕业 然后继续在纽约 他是一个不能算ABC 但是就是在美国长大的孩子 我们就聊起纽约 我说纽约是我很喜欢的城市 1997年 我是96年去了纽约以后 我每一年都去到2008年 我笑称 我如果没有去闻一闻纽约的味道 我怕纽约不见了 我为什么喜欢纽约呢 因为纽约是一个非常多样性的城市 你在这一个区看到的 到那一个区只过了一条马路 就变成另外一个样子 然后他就告诉我说 他就告诉我说 他说他住在什么地方 地极街 然后什么 其实我不是很熟 可是你知道到纽约去过的人 你只要在那边住过的人 你对每一条路都熟悉 不知道为什么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只要是住过纽约的人 电影里面只要出现纽约的场景 立刻就回到纽约 我说对 我也有这种感觉 我就跟他说我最喜欢纽约的就是 它的diversity 它的diversity 它的多样性 就是今天我们讲的 教会能合一 是因为我们的一致性 教会能成长 是因为我们的多样性 如果你有周报 请你看你的周报 上面写的这句话 教会能合一 是因为我们的一致性 unity 教会能建造 是因为我们的多样性 diversity 那我上次讲的是 差异性 那是我第一次讲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故意把它分为 当时用差异性 我不敢用另外一个字 叫做奇异性 其实它是同一个字 那是翻译的过程 你怎么翻它 那我上次要把它讲成 差异性 是因为相对于一致性而言的 可是你们已经知道 这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就是我们跟别人会不一样 你在教会看到 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 你不会看到一样的人 这是上帝为大奇妙的地方 把我们造的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被恩赐 装备在我们身上 让我们不一样 我今天要用 奇异性的同一词 在英文可以翻成这几个字 差异性的另外一个翻译方法 叫做多样性 教会的合一性 跟教会的多样性 是基督教会长大成熟 非常重要的经文 又分为两部分 一到六节是讲到彼此的合一 七到十六节是讲到恩赐的多样 因为这两个缘故 教会就成长起来 我们来读以福所书第四章 一到十六节 你的周报只有七到十六节 可是投影片上面有一到十六节 所以我们从一节读到十六节 我读一节 请弟兄姐妹读一节 第一节 第一节 我为主被求的劝你们既然蒙召 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 何而为一的心 一主一信一喜 第七节 我们个人蒙恩 都是照基督所良给个人的恩赐 既说生上岂不先降在地下吗 十一节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 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 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唯用爱心说诚实话 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 那这一段一到十六节有两部分 前面的那一部分讲到的是教会的合一 那个是讲到教会的一致性 教会的合一 是指着我们得到生命之后 我们蒙遭进入基督的身体 就是教会 进入一个身体 不是进入许多的身体 我们进入一个教会 我们不是进入很多的教会 虽然我们在地上看到的教会 有很多的不同 我常常在讲 如果你跑到这个教会去聚会 你下个礼拜跑到下面 另外一个教会去聚会 你会发觉他们的差异何等的大 昨天早上我去看我的老师 我的老师叫做马汉堡先生 我们当中有一些人 知道他 非常有名的一个法学院的教授 他是台大第一届毕业的 他其实是在大陆念的法律 后来在台大第一届毕业的 昨天我跟他讲到我们教会的情况 他还知道我们教会的某些人 他说这个人我也认得 那个人我也认得 我去看他的时候 就跟他聊很多 那我看到他有一张照片 他特别在给我看 就是他看马英九总统 这个就职后就去拜访他 就跟他说老师 我已经就职了 我来看看你 他为什么去看他呢 因为马英九总统去读哈佛 是我这个老师推荐去的 推荐去的 所以他就去看我的老师 我的老师就跟他照了一张照片 下面我的老师 我的老师的字 我到现在还看得到 看得懂 只要他的字 我一看就知道他写的字 他写 因为两个人都姓马 一个叫马英九 一个叫马汉堡 他们两个都属虎 二马都属虎 难得马马虎虎 我告诉你这个很有讲究的 这个是我上次去看的 他就已经给我看过了 他说二马都属虎 难得马马虎虎 就是难得糊涂 那因为跟他聊天 我就说老师 因为很熟的 我说老师 我说你这个学生 不太听你的话 你已经叫他难得马马虎虎了 他就是不肯马马虎虎 他如果马马虎虎就好了 人的一生有的事情 你是看得比生命还重 你不要把每件事情都看得比生命还重 你怎么活呢 他说对呀 下面的话我就不能告诉你了 免得到这个录影带流出去 麻烦 难得糊涂 难得马马虎虎 我这个老师就是圣公会的 台湾还没有圣公会 他就在这边受洗了 以后他就加入圣公会 圣公会的历史在台湾比他还短 他在圣公会60年 如果看你这期的论坛报 如果你看了 你就知道这位我的老师 可是你知道吗 圣公会是英国英国国教 然后变成安利干教会 如果你这样翻译 然后变成圣公会的 你到圣公会的时候 那个仪式跟我们这边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我的老师知道我是基督徒 我也是因为他是基督徒 所以我去跟他学 那个时候看到老师 就想起年轻的时候事情 那个时候我要写宪法 老师就跟我说 你的个性不可以写宪法 1980年代 他说你不可以写宪法 他说如果你写宪法 他说你如果真的把你心里面 想写的都写出来 我只好去监狱看你了 那1980年代 那时候还没有解研 他说你不可以写 后来我就说 他就说你只可以写两条路 一个是写法理学 一个写国际司法 你只能写这两个 你不可以写宪法 你连行政法都不可以写 你不可以读那个 他那时候我毕业的时候 他也要把我送到哈佛大学去 是真的 他这次还跟我讲 他说你那个时候 没有让我把你送到哈佛大学去 因为他来跟我谈说 我把你送去 你学完了你回来 我在台大的位置让给你 来继续我的教职 我就跟他说老师很抱歉 我已经决定将来要当传道人了 所以我将来再一个学位 我要读神学的 没有要读法律的 你知道我的老师看着 我就跟我说 好 你回去再祷告祷告 因为他是个基督徒 他是个圣公会的 你知道圣公会跟我们不太一样 圣公会是很特别的 他那个仪式跟我们完全不一样 后来他就告诉我 他说你自己决定 以后我决定 我就跟他说老师 我要做传道人 他就说好 他这一次就跟他的师母说 他说李健就是我规划 那一年要去哈佛大学的 他说他没去 但是他昨天跟我说 他说李健 但是我告诉你 我以你为荣 因为你走了一条 你自己要走的路 上帝给你的路 我们谈得来的 为什么谈得来呢 因为我们都是 Unity合一的 我们是蒙着见到 这个身体的 虽然如果你去他的教会 你感觉到天主教一样 你虽然来我们教会 我们很活泼 昨天我还不小心 讲了我们教会 一个姐妹范娇的名字 他说我认得 他先生我也认得 后来又提到他们的 他们的事务所的那个所长 他前两天坐在这边 跟我讲话 哎呀 很亲近 好像很尝在一起 我们讲的是读书的事情 我们讲的是学问的事情 可是他跟我说 他说李健 他说你走这条路 他说我真的太喜欢了 我真的太喜欢了 你走一条路 你看这是个合一性 虽然我们聚会的方式不一样 虽然我们有时候 语言也不一样 因为他有时候翻译的那个词 跟我不一样 他昨天就跟我说 他说李健你看看 他们这个词翻得这样 你觉得应该这样翻吗 我说老师 你们那个教派我真的不了解 为什么这样翻 他说他们这样翻 我也不是很满意 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翻才好 在你们的教制里面 你们的那个位置 比如说我们叫翻成长老 对不对 有时候我到外面去讲道 人家就问我说 特别是不信主的人 问我说什么叫做长老呢 我就跟他说 你只要确定 我不是丐帮的就可以了 你看我没有被几代 你就知道我不是丐帮的 不过长老也是有原因的 就长得老就叫长老嘛 我只能这样讲 你看不一样 可是我们是unity 我们是在一个教会里面 可是提到教会的时候 我们还要看到另外一件事情 是指的多样性 是指的多样性 那个就是指着 我们有不同的恩赐 得以让基督的身体 被彰显出来 你想想看 如果我们都一模一样 我们的恩赐都一样 我们的表现都一样 我们的个性都一样 信了主那一天 你同然变成同一个人的样子了 你不觉得好没意思吗 所以教会的建造哪里来的 教会的建造是多样性来的 请你看我们的讲义 蒙恩是指着我们拥有不同的恩赐 请你写下来 第七节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们来读第七节 第七节 第七节我们来读 预备 请 我们个人蒙恩 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 所以这里讲到我们蒙恩 都是基督所量给我们个人的恩赐 亲爱的弟兄姐妹 恩赐非常重要 拥有恩赐的人也非常重要 我们要一起来看 教会正在建造的到底恩赐是什么 恩赐的真理是什么 否则我们的身体渐渐正在长大 我是指教会 教会正在建造的过程当中 我们却不明白恩赐到底是什么 到底什么是恩赐呢 恩赐怎么来的 恩赐怎么来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那可能你在教会里面聚会已经很久了 你也知道恩赐的不同 可是我盼望这一次 当我们出来这里学习一段时间 我们要再回去的时候 感谢主的恩赐 在这段时间 让我们再讲一讲恩赐的问题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出来这里的时候 真的蛮辛苦的 很多人投入很多的人力 那么我们再回去之后 我们怎么办 我记得我们上次一次大迁徙 是1998年 我们移到公民会馆去 那次很辛苦 结果回去之后 我们得到一个非常宝贵的人 叫做吴波波 教会有人不认识吴波波的吗 我知道你们比较知道吴长老 可是还有一个叫吴波波的 今天早上我在第一堂碰到他 他仍然做着他的工作 他每一个夏天 每一个礼拜 每一天的夏天的七天里面的 一二三四五六都是五点多就来 冬天就是六点多来 把我们教会所有的垃圾桶 全部搜一遍 每一天 完了八点多九点喝个茶 问我们说有什么事我可以帮忙的 他没有拿教会的任何一点点钱 他是一个退伍军人 他就一直服侍 从1998年他来找我的时候 比现在稍微胖一点点也是瘦得不得了 他就说他要来帮教会 我心里想说你帮教会 教会不要帮你就不错了 你怎么来帮教会呢 一做从1998年做到今天 今天是2015年了 他在教会做了17年 167年 做一样的事情 这个叫做恩赐 这叫恩赐 所以我们这次回去的时候呢 我盼望有一些人发现你的恩赐 我们一起来配搭 恩赐非常的重要 好不好我们来读7到11节 来看一下7到11节 我们一起来读 这样好了 请你们读单数节 我读双数节 我们从7节读到11节 请你们先读一杯 请 所以听上说 他身上高天的时候 鲁雷的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 那降下的就是远生诸天之上 要充满万有的 这里提到的恩赐 也提到一些恩赐的种类 这里提到恩赐的来源 恩赐是非常多样性的 和我们上次讲到教会的合一 特别讲到第四节说 身体只有一个 正好产生明显的对比 意思是说 身体只有一个 但恩赐却有许多 恩赐这么多 却通通放在身体里面 放在一个身体的里面 这是指的教会和恩赐的不同 神给恩赐 让教会得以建立 神把恩赐赏给我们每一个人 让我们拿到的这个恩赐的人 请注意听 我不是在讲一个理论 我在讲跟你有关系的事情 神把恩赐赏给你 是让你管理使用发挥 每一个拥有恩赐的人 都与弟兄姐妹有密切的关系 因为我们都是身体的一部分 你知道教会真的不能缺了你 你大概不知道 你大概不知道这个严重性 我们总觉得说 我有什么恩赐呢 我会什么呢 那我先讲 每一个人都有恩赐 当神把恩赐放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如果我们不好好的把它用出来 那么我们就不完整 我们就不完全 教会也会产生很多的问题 如果我们知道如何是教会的增长呢 你就会发现 教会要发展的完全 教会要长得美好 教会要长得里面的人 每一个人都喜乐 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要把神所给我们的恩赐用出来 当然身体的成长 不是只有恩赐就够了 但是恩赐非常的重要 因为教会被建立起来 完全是因为恩赐的缘故 我们每一个人得到一个恩赐 在这个教会里面 你应该把它用出来 当我这样讲的时候 你可能误会以为某一个很具体的 不是 不是 不一定是很具体的 我们每一个人得到一点点那个东西呢 是神给我们 让我们可以用在别人身上的 用在别人身上的 教会就是这样 但是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 如果我们教会看中某些恩赐 让某些恩赐特别突出 特别明显 这个对教会没有好处 或者我们因着不知道某些恩赐 我们不知道那个恩赐是重要的事情 我们就让那个恩赐特别被隐藏起来 这也是不对的 我举一个例子 如果你看到一个人 他身体发展得很好 身体很健康 就是手特别细小 你觉得健康吗 一定不健康吗 如果你看到一个人走过来 你会觉得这个人怪怪的 为什么要把手特别小 你觉得好奇怪 倒过来我问你 如果你看到一个人走过来 他全身都发展得不错 可是手特别好 这么大一只 你觉得呢 又不是某种螃蟹对吗 你们看过有一种螃蟹吗 它有一只熬特别大 当然了我们吃螃蟹的时候很开心 这个熬特别大 可是你不觉得比例齿不对吗 其实在教会也有这种现象 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看中某些恩赐 我们没有想到这样子的恩赐 一直发展起来的结果是使教会受到伤害 那我不是在开玩笑的 我是讲真的 所以如果我们独独看中一些恩赐 相对的就会使另外一些恩赐被缩小下去 因为这个缘故 今天我们讲四件事情 我很快的提过去 第一 恩赐写下来是从神而来的 恩赐是从神而来的 那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呢 因为如果我们不知道恩赐从哪里来的 以为是我们自己来的 以为是我们自己有本事的 以为神特别喜欢我 所以我有 那神不喜欢他 他就没有 或者神特别喜欢他 给他这么多 不喜欢我 所以我特别少 如果我们是这样 我们就误会了 刚才我们所读的八到十节 我们看到第一个有关恩赐的事情 就是恩赐的来源 他这里说恩赐哪里来的 恩赐是基督升上高天的时候 掳掠了仇敌 然后分给我们的 换句话说 原来有一些恩赐 是神给某一些人或者天使 以后他没有好好的用 神把他拿回来 又赐给另外一些人 这里告诉我们几件事情 第一个恩赐是取决于神的 神给谁 神就给谁 如果你不好好用 神可以拿回来赐给别人 听得懂吗 换句话说 神给我们一个恩赐 如果你不用 神就收回 神就收回 神给我们一个恩赐 意思是指我们这一个人 应该用这个恩赐去服事人 因为这个缘故 我们拥有恩赐的人 把神所给我们的恩赐 赏给我们 分给我们 我们暂时保管的恩赐 有一次我们一定要分给有需要的人 有一次在一个团体里面 有一个弟兄很软弱 他就来找我 但是我跟他很熟 那个团体我很熟 他就跟我说 他说为什么我们当中 有些人就是很有钱 有些人像我就是没有钱 我说你要不要听真的 还是要听假的 他说你讲真的 我说你承担得了吗 他说我承担得了 我说是真的还假的 他说你试试看 我就跟他说 因为上帝认为钱给你 你不会好好保管 上帝说钱给你 你不会好好使用 所以上帝不必给你很多钱 上帝把那个钱给另外一些人 是让他可以好好的分 他听了看了我说你说真的还假的 我说我说真的 我也常常跟很有钱的人说 你的钱请注意 这是圣经说的 不是我说的 我以前不敢警告富足的人 我现在敢警告财富多的人 反正也不求他了就不怕了 你听得懂吗 我实在是爱他才跟他讲 我说你知道上帝为什么给你这么多钱吗 他就看着我说为什么 我说你以为你长得好看吗 你以为你很有能力吗 圣经上说的 神一夜之间就可以全部吹掉 你同意不同意 一夜之间就全部吹掉 一夜之间你什么都没了 我说神把钱托付在你那里 是让你用的 让你分配的 让你使用的 那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呢 我不是要讲钱 我是要讲这个你才明白 然后你会醒过来 你刚刚在那边滑手机 有没有 一听到钱你立刻就来了 我现在是要告诉你 有关恩赐的问题 如果你一个恩赐给你 你不好好的用 如果恩赐给你 你不好好的用在别人的身上 要上帝要你用的地方 神会收回的 这个不是我说的 我不是吓你 我就是正怕 我正怕你没有被吓到 我才告诉你的 我们要怕这件事情 神把这个恩赐给我们 有没有好好的用 所以在使用恩赐的事情上面 我们有许多要注意的 如果神给我们这个恩赐的时候 你不必争 我要多一点点 我们不用吵 也不用看别人有没有这个恩赐 有一次很多年前了 二十几年前 我们参加祷告会 祷告会当中吴勇长老就讲 神特别给他的恩典 因为他说从国外回来的时候 很多的讲道 他来不及 他就跟神祷告 祷告完了以后 他说从洛杉矶 直飞台北的班级 从洛杉矶飞到台北 快的话大概十三个小时左右 过去很快 十一个小时 过来比较慢 十三个小时 他说回来的路上写了五篇奖章 五篇奖章啊 十三个小时扣掉吃饭 他如果不休息也没关系啦 你扣掉吃饭 你总要吃掉一个小时吧 然后飞机起飞的时候 你不能写奖章嘛 因为你要把东西都收起来嘛 那快要Landing的时候 你也不能写嘛 我就给你写十一个小时好了 写了十 五篇奖章 一篇写两个小时多一点点 我们都瞠目结舌 你给我十个小时的三倍 我都写不出一篇奖章 你怎么可以十个小时 写五篇奖章呢 我们就瞠目结舌 可是你知道我们教会有个弟兄 祷告会下来很生气的跟我说 他说上帝太不公平了 为什么我们写一次飞机 飞三次都写不出一篇奖章 他为什么可以飞一段 就写五篇奖章呢 他生气了 因为他喜欢别人的恩赐 圣经上说 因为大小还有那个组合的方式 就产生千千百百种 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了 有这个恩赐 因为他有一个大的恩赐 加上一个小的那个恩赐 合在一起 就变成一个很特别的恩赐 得以服侍别人 同样是讲道 有些人讲道是一个样子 有些人讲道是另外一个样子 同一篇信息 这个人讲起来是这样 那个人讲起来是那样 同一段圣经 在四个人手上解出来 完全不一样 不是那个经不一样 经是一样的 可是因着解释的人 他的生命跟他的恩赐 就产生不一样的效果 八月多我在巴黎讲道的时候 因为有五堂 那么大会主席就住在第一个位置 他每一堂都很仔细的听 那么第三堂讲完的时候 他就跑来跟我聊天 他就跟我说 李商老你可以不先告诉我 明天你要讲什么 我就告诉他那个经文 我说我讲约翰福音八章一到十一节 他说真的还假的 我说真的 他说那怎么办 我这个礼拜天也要讲这一篇 他说你讲完了我怎么办呢 我说你放心 我们两个讲的一定完全不一样 一定完全不一样 因为神给我们的恩赐不同 我出讲出这一面 祂讲出那一面 后来你知道我回来之后呢 他就把他的那个奖章录音发给我 他说你看一看 他为什么敢发给我呢 就是一定跟我不一样 一定跟我不一样 而且他一定觉得 他有些东西是我没有的 所以他说你帮我看一看 美其名是很谦卑 请你指正指正 其实他是说 其实我也跟你不一样 这一点都不稀奇 这个很正常 这个太正常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为这个缘故 当我们在讲恩赐的时候 我们必须知道恩赐是非常丰富的 丰富到一个地步 是在不同的人身上 产生不一样的结果 当我们讲神的恩赐 非常丰富的时候 是指他的种类很多 内容不一样 如果我们打开冰箱 打开冰箱一打开来 里面充满了香蕉 我们会说什么 香蕉很多 我们不会说 冰箱的水果很丰富 对不对 可是如果我们打开来 里面各式各样的种类的水果 我们就会说什么 这个冰箱里面的水果 很丰富 如果我们看奥运比赛 我们会说奥运真的太丰富了 各式各样的比赛 几百个项目 你光游泳就几十个项目 对不对 有没有一百公尺的 两百公尺的 四百公尺的 八百公尺的 那完全不一样 我们今天还不讲跳水的 跳水是另外分开来的 我们光讲游泳的 游泳的赛跑也是这样 有短跑有长跑 短到一百公尺的对不对 长到四十二多公里的 就处于在赛跑的项目里面 还有纯跑的 你说纯跑了以外还有什么 有啊 连跑带跳的 有没有 叫高蓝嘛 叫低蓝嘛 怎么还有这些东西呢 连跑带跳的 还有呢 接力的 为什么说它丰富呢 因为它各式各样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就是教会里面恩赐 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在这边我们看到 为什么 因为你羡慕别人的结果 你一定要软弱 一定要跌倒 因为你一直羡慕 你没有的东西 你怎么能不软弱 你怎么能不跌倒呢 给你的你又不喜欢 我那个 年轻的时候会跑步 你不要看我现在很胖 胖也不一定不会跑步 我在读台大的时候 我有一个学长 七十几公斤 他就很会跑步 他是三年级 我一年级 他是我们的系里面 最会跑的 三年级还是二年级 他七十几公斤 我那时候五十几公斤 请你不要问我现在几公斤 然后我们去参加 我们分组比赛 他是学校有名的赛跑的人 他跑完了 我也跑完了 我晋级他没晋级 他跑过来跟我说 来把你那个名牌给我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准确 说谁一定是谁 他这法律系的 名牌给我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比你会跑 我心里想说你哪里比我会跑 我分组还分到前两名 你根本分组都进不去 他就拿过来 学长没办法 对不对 就给他了 他七十几公斤 跑得非常的快 可是我们两个都只能跑一百 最多能跑两百 两百以上没办法跑了 你要知道一百跟两百可以换一换 四百跟八百可以换一换 一百的没办法跑八百的 没办法跑 因为差距太大了 一百的就是爆发力 四百的你要能够调气息 我们当然要调气息啦 可是那一口气你知道吗 拼命吸就好了嘛 你只要血液换得快 氧气来得快 我这快一点就好了嘛 脚长一点嘛 对不对 可是跑八百就不是这样子 你跑四十多公里的更不是这样 你那个是慢慢跑 我们教会有个跑马拉松的啊 我们教会很多人都跑马拉松啊 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的 那亲爱的弟兄姐妹 恩赐就是这样 恩赐就是这样子 你可以拿到一百公尺自由式金牌的人 我告诉你 你可能连 蝶式一百公尺的晋级的希望都没有 你根本连报名的机会都没有 因为他根本不要你 所以不是我们有哪一个恩赐比 哪一个恩赐强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多样性 我们需要彼此的配搭 才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恩赐多样性 给他彰显出来 第三 恩赐是为了 请你写下来建立教会 恩赐是为了建立教会 恩赐不是彰显自己的荣耀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彰显自己的荣耀 在教会的里面 恩赐是为了建立教会 好不好我们来念 恩赐的建立教会的这一段圣经 是十二节到十四节 好不好我们所有人一起来念 大声来念 十二到十四节 恩赐是为了建立教会 预备 请 恩赐是做什么用的呢 上帝把恩赐量在我们身上是为了什么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是为了别人 我再讲一遍 刚才我们提到说说恩赐是从神来的 又说恩赐有多样性的时候 我提到我们不要羡慕神给别人的恩赐 我们要看重神给我们的恩赐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重别人的恩赐有什么用呢 因为你喜欢别人的恩赐有什么用呢 因为你知道吗 恩赐得得越多 恩赐得得越大 只有越辛苦吗 早上我们 就像刚才第二堂 我们在这里一起祷告一样 早上我们几个一起祷告的时候 金运长也带领我们祷告 有一个弟兄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 能者多劳 对吗 后来他又讲了一句话 劳者多能 能者多劳 你拿了干什么呢 拿了为了服事了 给你这一点你都不拿出来 用在别人身上的 你就要很多 要很多干什么 其实恩赐是为了别人的缘故的 恩赐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恩赐不是为自己预备的 很少很少恩赐是为别人 为自己的 那勉强来说只有说方言的恩赐 有一部分是为自己的 说方言的恩赐 还有蛮多是为了别人的 除了这个以外 大部分的恩赐都是为了别人的 那就我们身体来说好了 手有手的功用 脚有脚的功用 对吗 来 我请问你 当你的手 身体痒的时候要靠谁抓 靠手抓 当然你也可以磨墙壁 对不对 你这里很痒 对不对 你去磨墙壁当然也可以 可是基本上手是抓痒的时候 靠手 对不对 来 现在我问你们 当左手痒的时候 从这里到这里 左手痒的时候是哪一手来抓 我可不可以左手抓左手的痒 试试看 试试看 这样嘛 对不对 问题是这里不痒是这里痒嘛 这里痒你怎么抓 抓不到嘛 我告诉各位 这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 上帝给我们恩赐 都是为了别人的缘故 我不知道你 喜不喜欢听我讲道 我最怕就听我自己讲道 我听了以后鸡皮疙瘩掉了满地 我说怎么有人这样讲道呢 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的 我听你们当中任何一个人讲道 都比听我自己的讲道还得造就 因为我的讲道不是拿来服侍我自己的 你的讲道是拿来服侍我的 没有一个人自己抓 手拿来抓自己的 右手拿来抓右手 没有人这样做的 一定是右手痒的时候 左手过来帮忙 因为这个缘故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恩赐是拿来给别人用的 而且当你有一个恩赐在使用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以为就是在高举你自己 没有这回事情的 就以身体来说 我们打个乒乓球吧 打个乒乓球最主要靠什么 靠手嘛 球来了你这样打 球来了这样打 可是如果球跑太旁边呢 你又不能伸缩手对不对 假如我今天不想跑 今天不爽你 对吗 你打嘛 你没办法打的 你就只能这样打 如果你要稍微过去点 你就要跑过去 而且你还不能跨右脚 你如果是近了还可以这样 如果是长的话 你要左脚要出去 这样才打得到吗 我是不太会打乒乓球 不过想也知道对吗 不仅手要帮忙脚要帮忙 我问你眼睛要不要帮忙 眼睛说今天不高兴 把眼睛闭起来 你打嘛 你手再怎么灵活 你脚再怎么快速 你肺再快点呼吸 你心脏再跳快点 眼睛说我今天休息一下 你就不用打了 所以恩赐一定要配合在一起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请你不要误会 我正在说你 你的恩赐如果不拿出来 我们教会不会健康 我没有要替教会说话 我自己也是长老 对不对 等一下我一讲 你又说你们长老 就是在怪我们 我没有这个意思 无论你在哪一个教会 每一个人所领到的那个恩赐 都是用在别人身上的 如果你的那一部分不用出来 我告诉你很困难的 很困难的 我们如果高举一个恩赐 我们会误会这件事情 有一年我到 我到那个 我们教会有几个人一起去 我们去 Time Square 就是时代广场教会在美国 纽约 那么我们进去的时候 那个牧师 那个我们今天去聚会的时候呢 他们会众很大了 是个剧院里面 然后前面讲台上面 做了八个讲员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教会里面 最有名的一个讲员 是非常有名的 是世界知名的 那个很会骂人 从美国总统一直骂 骂到美国的贫民窟 每一个人都骂 可是呢 就是很多人欠骂 所以那个教会人很多 满满的人 那天他们就敬拜 敬拜 敬拜很棒 我们在那边 我们就发觉 哇 那个诗歌一起来 每一个人都会唱 都大声唱 哇 就很喜乐的唱 后来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讲台上讲员做了八个呢 因为他们教会讲员参差不起 有的讲得很好 有的讲得不太好 结果发生什么事呢 大家先看周报 下个礼拜是李靖渊讲就来了 下个礼拜李健讲不来了 所以他们后来发现这个影响太大 就不公布讲员 不公布讲员来了之后也麻烦 因为来了教会周报上面写李健 来了就走了 把周报拿了也走了 对不对 一看李靖渊就留下来了 你说他们后来怎么样 连周报也不登 那怎么办呢 就是当你敬拜敬拜敬拜 敬拜个小时大家都坐下来了 对不对 通通坐下来了 等到敬拜完了 他就说我们现在请讲员上来讲道 八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站起来 走到前面来讲道 那个时候你可不好意思再走掉了吧 对不对 那太明显了嘛 对不对 你拿着周报可以走 说我想起一件重要的事情走了 对不对 可是你总不能敬拜到一半 你看我李健站起来 你又走掉了 你太不给我面子了 好歹你也给我坐下来听一听 他们教会就这样 所以不是只有我们教会有这个问题 我告诉你 全世界教会都有这个问题 你知道他们就这样子搞的 如果我们说讲员最重要 那我问你什么不重要 那天就是这样子 正好我们那次去 当然我也这样讲了 感谢主听到他讲道了 因为八个人站起来 就是那个主任牧师起来讲 我们很开心 因为我们想另外来讲道 我们也听了些 可是我们想听听主任牧师讲道 因为他很会讲 他讲完了 我们都很很很很的帮助 后来就坐在那边 他就把我们那个台湾去的 通通集合在一起 就那个主任牧师来讲道 跟我们座谈 我们就问他很多的问题 他就回答回答回答 以后就有一个人问说 请问主任牧师 一个教会是不是讲道最重要 那个主任牧师当然是 大家就点点 果然是讲道最重要 后来那个主任牧师真的很忙 讲完他哪里之后 陪我们就走掉了 走掉了 后来就是父牧师就来了 就是associated pastor就来了 就在那边跟我们聊天 聊天我们就跟他说 请问是不是讲道最重要 因为有的人不服气嘛 请问是不是讲道最重要 一个教会讲道是不是最重要 我常常跟经约长老他们说 讲道是开门用的 听得懂开门吗 就是把人怎么样 找来嘛 那问题是什么呢 留不留得住嘛 留不留得住啊 这真的事情啊 你们不是开玩笑的 寇扫恩牧师的爸爸还在的时候 都是借国军英雄馆聚会的 那个是人数最多的 那个时候一千多个人 就人数最多了 可以到一千三 一千四几报 他在讲道的时候 满满的人 他一不在 五百 四百 三百 他一安息 寇扫恩哭都哭死了 因为那些人是来听讲道的 你听得懂吗 那爸爸死了呢 走了 他告诉我说 最低的时候这两百个人 两百个人 我不是说讲道不重要 我也不是说 我不在讲这个事情 我只是说我们要配搭起来 那配搭起来 我们必须配搭起来 那个父母师就跟我们说 是讲道蛮重要的 是最重要的里面的一个 这个就不一样了 最重要跟最重要里面的一个 问题是最重要有几个 问题在这边 对不对 如果最重要有两百个 那不过是两百分之一吗 讲完了他就说 来我们去参观参观 我们就进去了 他那个是个剧院 后面有一栋大楼 是教育大楼 我们一进去之后 不用他讲我们就明白了 每一个门上面写 礼拜一几点几分到几点几分什么课 礼拜二几点几分到几点几分什么课 礼拜二下午几点几分几分什么课 我们进去一看就知道了 全部是造就班 全部是儿童主日学 以后到交仪厅 交仪厅可以喝咖啡 高兴得不得了 很漂亮的交仪厅 你现在知道什么比较重要了吗 每一个人都重要 每一个人都重要 你还没搞清楚 我在讲你呢 你领去的那份 有没有拿出来用 上帝给你的那份 你有没有拿出来用 我们那份拿出来要建造教会的 是建造教会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到底怎么建立基督的身体呢 他说成全圣徒各尽其职 什么叫做成全 成全是装备的意思 是equip 就是装备你 所以恩赐是拿来装备在我身上 让我拿来服侍别人的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 当教会的身体 基督的身体教会被建造的时候呢 神是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 我们必须来发挥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 来做成神要我们做成的功 有些恩赐是很明显的 有些恩赐是很隐藏的 教会里面恩赐的发展 有一些恩赐是很明显的 你看每一个主日一定有个最明显的 就是领会 主日崇拜 再一个明显的就是讲员 你们大概都只看到这一个 我们就是不看中后面那个 帮我们管音响的 帮我们放投影片的 他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 有一次我到意大利去讲到 那个体育场是可以做上万人的体育场 那一天 这个麦克风坏了 我们把 他本来你随便坐哪里 上万人的体育场 你随便坐哪里都可以讲 都可以听到 后来呢 他们就随便坐 因为随便坐哪里都可以讲到 都可以听到 那天麦克风没有声音 没有声音 我现在把麦克风拿掉 我告诉你 你绝对想不到我的声音竟然这么小 你绝对想不到的 那个是上万人的体育场 后来 那个他们就叫他们统统下来 为什么 因为只能坐在这边 就是讲台只能坐在这边 本来是这样坐都可以的 后来我 后来他们就通通叫他们集合 所以晚很多时间开始 因为全部要坐在这边来 坐在这边我就开始跟他们讲 他们大概一千多个人 坐这样子 那我跟他们讲 我告诉你根本没办法讲 一千多个人没有麦克风 场地比我们这个还大 我们这里只能坐下 我想两千个人 有没有 这坐下大概两千个人吧 他在上万人的体育场 我怎么讲啊 你知道我讲完一堂就完全没有声音了 因为我必须让他们听见 我讲完一堂就没有声音了 我立刻从意大利打电话回来 那个是2000年 给我们姐妹会 我就跟姐妹会说 请你们为我祷告 明天不知道怎么办 他们就弄那种小麦克风 不是像我们这种的大的这种音响 他就放那个小的 就这么小的 每一个放放放放放 我怎么讲啊 我们以为有些恩赐不重要 我们不晓得每一个恩赐都必须配合在一起 有些恩赐很显著 有些恩赐很隐藏 如果教会只发展显著的恩赐 隐藏的恩赐都不发展 这个教会没有办法的 没有办法的 我们需要大家配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一般人对于外在看得见的 我们就看中他 我们常常忽略的那个内在看不见的 可是建立基督的身体 要成全圣徒各尽其之 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如果我们放错位置就很可惜 你有这个恩赐 你没有放在那个位置上面很可惜 那昨天我去一个地方演讲 我为什么去那位演讲呢 因为他们都不是基督徒 只有几个是基督徒 是因为有一次台大EMBA的这一次毕业班 现在已经毕业了 现在已经九月底了 他们今年毕业班 他们去毕业旅行 毕业旅行的就是说 他们里面有个班长就认得我 就说李长老 你可不可以来给我们同学讲讲话 我说我讲什么 你们是台大EMBA班 人家是EMBA 我连MBA也没念 对不对 我MBA没念 我要不念EMBA 我怎么会呢 你知道他们都是大人物 后来他把那资料送给我 我一看 那个名字上我看得吓坏了 没有一个人我可以跟他讲话 不是什么大律师事务所的财务长 就是什么什么医院的院长 又是什么什么上市公司的总经理 又是什么什么公司的什么什么 我一看 我说我 他说没关系你来跟我们讲 我就去了 我就预备了两个小时的演讲 就跟他们演讲 演讲完了之后我就回去了 回去的时候我就写信给那个班长说 你们结果怎么样 结果怎么样 他三个小时都没有回我 我就想说他理都不理我了 后来没想到三个小时之后 他回我的信 他说对不起对不起 现在才回你的信 他说因为呢 因为你走了之后 我们同学不肯下课 你知道同学都是三四十岁 四五十岁的人 同学们不肯下课 说我们不要删掉了 我们继续讨论 分组讨论讨论讨论 他讨论了三个小时 连吃饭都叫他慢点开饭 我就很惊讶 所以我告诉你 我不是说我 我是说当你有一个东西拿出来的时候 你是可以吸引到一些人的 他们就我就一直讨论一直讨论 后来他们最后的结论是请他的班长打电话给我 跟我说我们要请你开读书会 只要你有时间我们就跟你开读书会 后来我就跟他说我真的不要做这个事情 后来班长就跟我说 他说你长老 你就当成传福音做好事 我来也好传福音做好事 我就帮他们开 台大一研的毕业班 帮他们开 那昨天是第二次上课 结果就有两个同学 我就说你们这两个礼拜听了这个课 你们上个两个礼拜听了这个课 有什么感想可以讲 有三个站起来讲话 其中有两个都是企业的老板 企业的老板 不是小公司 他就把 他回去的时候他听得很火热 他说对 做一个领袖应该要这样 领袖是那个组织的天花板 如果我不往上升 里面的人都压在下面了 其实这个道理我在你们这边也讲过 你们没人理我而已 你知道他们回去了之后 那个企业组就压力非常的大 他说我这样终于知道我这样错了 如果我不升高 如果我是180公分 我里面的员工就是180公分 然后里面每一个人的恩赐要调动 我当然不是用恩赐 我是用才干 要调动 然后他就说他一定要成长 他一定要学习 他一定要努力往上爬 以前他就一直在指挥别人 现在他说错了 80%的时间可以指挥他们 20%的时间我要躲起来 我要好好的装备自己 让我自己一直往上走 不然我让他180公分 那员工一直往上涨 往上涨 往上涨 那干部一直往上涨 往上涨 就顶到他了嘛 我就跟他们讲啊 那能力比你强的 你千万不要留在你的公司 让他走吧 留在你的公司就找你的麻烦 你180公分 谁要在180公分下面工作啊 如果我190公分 我不是顶到顶了嘛 对不对 你可以叫一个人老是这样子生活吗 他没办法嘛 所以我就跟他说 如果你做一个企业组 如果你是CEO 你当然心胸要宽广 你眼光要远大 而且你能力要提高嘛 所以他们就 后来有两个企业组 我不要告诉你哪个公司 他说他回去以后 把他的所有的一级主管拿出来 看来看去 看来看去 有的有什么问题 有的有什么状况 有的这个位置已经干了三年了 其实不合适应该掉那个位置 他全部弄完了之后 他一个一个跟他的一级主管谈说 你可不可以掉什么位置 你愿不愿意掉什么位置 你可不可以这样做 然后就跟他说你有什么缺点 你愿不愿意听一听我讲 我是个老板 我赚的钱是大家分的 可是你要好好赚钱 你这样做怎么样 就讲一样 然后把他位置调完了 你知道我在那边听我吓坏了 他讲完了他坐下来 他说我终于知道怎么做老板了 后来我跟他说 对 你做得很好 因为你知道自己要成长 你知道你跟他们之间有隔阂 他永远会知道的 你不会不喜欢一个人他不知道的 你听得懂吗 你不会不喜欢一个人他不知道的 怎么可能呢 除非你打心里喜欢他 他没有办法不知道你不喜欢他的 如果你又是企业的上属下属 他一定知道这个老板就不喜欢我嘛 谁会不知道呢 然后他就真的跟他们讲说 我的确不喜欢你 他就去讲了 他就跟他讲说你要怎么做怎么做 他说如果我们要一起共事 如果我们怎么 那你就要怎么样怎么样 那我也愿意怎么样怎么样 他说他两个礼拜全部弄完了 他说我高兴得不得了 他坐下来之后我吓得不得了 第一 我说长远来看你这样做是对的 短线来看你的公司会倒掉 有没有可能 因为他做了这么大的改变嘛 不过长远来说是好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应该也要这样嘛 我们是不是在教会里面 这个服侍一直服侍一直服侍一直服侍 你实在很辛苦 我不是说想换换口味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你应该要找到 你最合适服侍的地方 我们教会也应该要这样子啊 你知道我他连两个都是大公司 我听了我好害怕 可是我倒过来想 你看人家都敢试验 我们教会都不敢试验 我们教会不敢试验 我们教会不敢叫这个部长 换到那边去 我们不敢这样做 我们怕乱了大局 大局会乱吗 真的吗 如果连企业都敢做 我们教会不敢做 教会都是保守的做法 回来之后我就心里想出 我要祷告 亲爱弟兄姐妹 我们现在就要搬回去了 下礼拜 我请你想想你可以做什么 你可以做什么 因为恩资是为了建立教会 神给你的恩资是为了建立别人 建立教会 所以我请你想一想你可以做什么 我们的传道人都在这里 你如果想好了以后 你觉得我要跟我传道人谈一谈 不要等他来找你谈 你去找他谈 如果那传道人不理你 我告诉你 去找李靖元长老 他一定要理你 你就跟他说 我这个服饰我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我想怎么样 你觉得呢 我帮李长老找麻烦 第一堂我也跟他们讲了 还好第一堂完了 我碰到李长老 他并没有对我生气 他还是对我笑秘秘的 我觉得他对我还可以 你们别害怕 真的你有什么恩赐 你想服侍服侍什么 你找你们的传道人 真的不行 你找李长老 他一定可以帮你的嘛 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彼此配搭 因为恩赐是为了什么 建立教会的 建立教会的 最后结束了 我们来读15节16节 这是今天最 我们的主题 我们来读15节16节 我们就结束了 我们读15节16节 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 请 为用爱心说诚实话 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 全身都靠祂联络的合适 百节各按各职 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 便叫身体渐渐增长 在爱中建立自己 我们讲第四点 如何用恩赐建造教会呢 弟兄姐妹 如果你知道恩赐是从神来的 如果你知道恩赐有多样性 神已经量给你某些恩赐 你慢慢的发现 你慢慢的发展 你慢慢的可以使用 那么你就知道 恩赐是为了建立别人的 恩赐不是为了荣耀自己的 恩赐是为了建立别人的 那你说我怎么恩赐呢 怎么用这个恩赐呢 怎么样用恩赐来建立教会呢 这里提到一个生命的问题 生命的问题 什么叫生命的问题呢 他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 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 什么叫用爱心说诚实话呢 那今天这句话用的很错误 就是当你想对别人讲出 你心里对他不满的时候 你就说我用爱心说诚实话 不是 这句话不是这个意思 这句话的意思是 当你说诚实话的时候要有 这样懂吗 所以诚实话不是随时都可以说的 你说什么啊 诚实话不是随时都可以说的 对 我再讲一遍 诚实话不是随时都可以说的 我问你如果诚实话你随时说了 不产生果效 诚实话有什么用呢 并不建造人嘛 只拆毁人嘛 所以什么叫做用爱心说诚实话呢 用爱心说诚实话是 你有一个诚实话 你要对某人说 你要选对时间 看对状况 在合适的时间 在他能接受的前提之下 你很有爱心的把诚实话告诉他 是说诚实话要有爱心 不是我要说诚实话我就一定有爱心 说诚实话的人不一定有爱心 这里告诉我们 说诚实话的时候要有爱心 而且我们要一起长进 我们与元首基督 不仅如此 全身靠他联络的合适的时候 我们百节就各按各指 我们就照着个体每一个人的功用 去帮助别人 十六节说 便叫教会渐渐长大起来 在爱中我们自己就被建立了 所以恩赐要用生命来服侍 当你有恩赐的时候 用你的生命来服侍别人 回去想一想 你有什么恩赐 让神来带领我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 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我们连续的两个礼拜 把教会的合一和教会的建造 在这边分享 因着我们的一致性Unity 我们能合一 我们能够竭力保守圣灵 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我们也谢谢你 因着我们的多样 教会就被建造起来 求你恩待我们 让我们真知道你的恩典 藏在我们身上 藏在我们教会当中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这样祷告 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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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